上一世的我被异能者虐杀而死,就因为我是一个普通人,这一世我觉醒终极异能重生归来,伤害过我的人,我一个都不会放过,看男主与其他异能对抗恐怖黑暗,在惊悚与扭曲之中,成就一代新神,在一个暴雨的深夜,男主关山正在被一个异能者追伤,因为关山在追查父母死因时,无意拍到了他们组织的机密,面对异能者的追伤,关山毫无反抗之力,很快便被砍掉了一对胳膊,面对死亡的威胁,关山掏出了准备已久的异能限制器, 在异能者惊恐的表情中将他炸成了碎片,尽管反杀了对方,但关山也已经有紧等哭,看着手机里的凶手照片,关山内心充满了不甘,如果我也是异能者的话,绝不会输给这种家伙,随后一时渐渐模糊,伴随着框框的堕楼声,关山猛然惊醒,发现自己居然正在一家餐厅吃饭,我刚才不是死了吗,这是什么情况,关山看着双手喃喃倒,这是一个黑皮美女,打断了关山的陈思,六位顾客,本店不能浪费食物优, A女领走前还妩媚地朝关山舔了舔手指,看着这熟悉又陌生的餐厅,关山终于想起,这是她两年前第一次碰到异能者事件的餐厅,而她就是那晚唯一的幸存者,打开手机确认时间果然是两年前,看着四周狼吞狐咽的时刻们,关山心想竟然重活一次,我要将命运拿捏在自己手上,此时餐厅里的时刻们还不知道,他们即将成为服务员和厨师各个异能者的玩偶,突然一个系统页面出现在关山眼前, 以锁定适配者,游戏世界系统绑定中,绑定成功,恐怖游戏模拟器激活,食肉残厅,同时系统还弹出了一封邮件,系统会把所有对宿主有敌意的生物模拟为怪物,并生成相应的游戏副本,获得一门幻想构造,可消耗一定体力立刻生成常规的冷热武器,通过阅读邮件关山明白自己竟然成为了异能者,抬头发现变成丧尸的时刻们,头上都多了生命条,随着关山心中默想,一把手枪就凭空出现在了关山手中, 有趣,这就是我的异能吗?关山微微一笑,想到自己上一世被伤害的家人和朋友,关山表情冷漠,石枪走向了餐厅中的丧尸群,下一颗丧尸一横而起,纷纷朝着关山扑去,关山立刻抬手射击,就让我杀穿这个副本,成为我重生后的第一个魔刀石吧?你敢相信,这个刚才还在和男主眉来眼去的性感美女?下一秒钟竟然在脸上长出一朵诗人花,话接上回,男主关山重生归来,用幻想构造的一把手枪,对了丧尸,超紧,而在餐厅角落的一个桌子 有一个特安组成员正在上司毁报,看她的样子被丧尸吓得不轻,关山轰轰轰三枪不仅将三个丧尸精准抱头,还从一级升到了二D,感受到自己身体力量增强了不少,关山微微一笑,一拳就砸飞了面前的三个丧尸,躲在角落的女人,被眼前的一幕彻底震惊,如此轻声地解决这些怪物,难道她是传说中的SGE强者?关山解决掉最后一个丧尸后,Boss终于出现了,竟然是餐厅的厨师和服务员,不过他们的样貌,却发生了翻 三天覆地的变化,一个手持大砍刀,一个脸上开出一朵诗人花,同时向关山攻来,关山机枪过后发生自己的手枪根本破不了屠夫的防,打算换下一把机枪出来,一个系统提示,现阶段只能生成手枪和匕首,需要获得图纸才能解锁更多武器,关山千军一发之际,赶紧换想了一把匕首,面对两人的紧攻,关山掀一个下蹲躲过服务员的攻击,用匕首轻松贯穿了服务员的咽喉,与此同时,屠夫举起手中大刀朝关山劈下,这要 将关山一刀领断,但关山灵活地出现在了屠夫身后,一刀削去了屠夫的半个脑袋,解决暴死后,关山成功获得散弹枪图纸一张,系统还赠送一次抽紧机会,自身等级也升到了三级,关山打算试试自己手气如何,恭喜你,成功获得小丑的微小回头,贴在衣服上可是口袋空间深不可测,原来是储物空间,运气不错,关山拿着回一张心想,这位先生你还好吧,旁边看完了一场戏的妹子,打断了关山的沉思,我是特安组成员,之前一直在监视, 这两个异能者,关山心想,专门处理异能者事件的特安总,为什么现在才出现,难道是想撞我吗,随后淡淡的回道,哦,有事吗,察觉到关山的沙印,妹子吓得挥舞双手道,别紧张,我没有恶意,这两个异能者穷凶极恶,该杀,这时关山突然接到一个电话,小山,有怪物在追我,这个金发美女,究竟是看到了什么,既然她如此大惊狮子,话接上回,男主关山刚刚击杀异能者就接到一通电话,原来朋友小沈被怪物追伤, 关山立刻飞奔前去乡走,心想前世小沈并没有遭遇危险,是重生后的蝴蝶效应,另一边,金发美女被一个男人堵到了墙角,一边后退一边颤颤巍巍地,你别过来,我已经报警了,而对面男人手臂,竟然是一个章鱼角,而且还在不停地低落碾衣,报警,哈哈哈哈,你太天真了,就让老子好好重信你吧,随后甩动触手席向逃跑的女人, 只听刷的一声触手就将女人击倒在地,小沈,你在哪里,女人无助的你难倒,关键时刻,关山终于赶到,瞬间出现在男人身后,狠狠的一拳将男人击倒在地,你妈没告诉过你乱说话会死吗,金发美女一把扑向关山的怀中,呜呜,差点就见不到你了,等关山安慰好小沈之后,特安组成员才气喘吁吁地轰道,对关山说,小心,这个男人是杀人封成员, 关山心想,杀人封纳军做人体实验的变态,没想到这么快就遇上,在关山沉思时触手男已经大变压了,不仅四肢和背上同时长满触手,触手肩上还长有可怕的毒刺,随后特安组成员变向触手忙疯狂,不仅如此,还有个触手趁女人分神之间,扎向女人脖子,如果不是关山触手相救,女人就要一命无忽了,关山救下女人后,立刻开启模拟器冲向触手男,连续躲避触手攻击后,一脚将男人踹翻在地, 随即幻化出刚刚解锁的散弹琴,对着男人就是三枪,男人看着宛若神明的关山,吓得冷汗直流,凭空创造物质的异能,这不是神使的能力吗,难道他又有类似的力量,想到这儿男人心如死灰,立刻下跪求饶,愿意当牛做马,只见关山将枪口对着男人头颅,毫不犹豫地扣向了扳机,随后系统声音响起,关山成功升到四级,获得抽奖次数一次,看着走来的特安组成员,关山选择回家再抽奖,免得暴露了秘密,女人 看到关山这么强大的战斗力,心中再次生起了将关山拐进特安组的想法,向跑来的小神解释道,关山这是自动防卫不会被判刑,随后和关山一起将小神送回了家中,并要求送关山回家,同时邀请关山加入特安组,关山心想,加入特安组正好可以利用他们寻找线,并邀请女人先在客厅休息,自己去卫生间洗了把脸同时抽奖,成功获得SG异能重力操控,关山随后便发现这个异能虽然现在激烈,但他的上限绝对非常高, 同时佩戴小丑徽章,尝试了下这个如同游戏里一样的储物空间,期待以后的抽奖还会有什么好东西,与此同时,客厅的女人正在休息,突然大门出传来了稿子里,女人转头发现竟然是房间门自己打开了 你见过这么丢人的龙吗,居然被链子拴着当狗影,画街上,在客厅的林书曼发现房间门竟然自己开了,立刻发动异能,消除存在感过不止,但形态平稳是谁,谨慎的持枪走到门口,发现自己眼前飘着一个红鱼女人, 而且眼里还流着血泪,当场就被吓得异能消失,这是观山出现问道,别开枪,发生什么事了,听到林书曼的解释,观山一脸无语,你这胆子也太小了吧,哪里来的女人,而且我房子里安装了报警系统,你会不会是看错了,林书曼心想可能真是自己看错了,殊不知,有个女人就在对面阳台上看着她们,而这个女人竟然是刚刚救的小婶,观山跟着林书曼来到了异能局,刚进去就看到一条被链子拴着的女,而且旁边的人好像都见怪不怪了, 林书曼一边给观山介绍异能局的情况,一边将观山带到了领导的办公室,在烟雾缭绕中有一个梳着大杯头的男人坐在办公室,他就是异能局的天人级战力夏蕾,寒暄过后观山便问夏蕾,异能有没有什么威害,以及一个人有没有可能掌控多种异能,夏蕾说,你是我见过第一个对异能如此谨慎的人,使用异能对身体没什么危害,就是会消耗体力吧,而且我倒是见过有两种异能的人,战斗力极其强悍, 但这种人非常少,我们特安族也没几个,不过理论上来讲,一个人能拥有的异能数量其实没有上限,年轻人就不要做梦了,有一个异能就足够幸运了,观山当即就给夏蕾露了一手,操控重力将一个水杯浮空,夏蕾震惊过后立刻打起了算盘,这个男人我要定了,天王老子来了也抢不走,便立刻邀请观山加入特安族,各种福利待遇通通安排上, 同时还给观山讲解了异能者的三个分支,分别是只体系,各种身体变化和肉体强化的异能,元素系,操控各种物质和元素的异能,特制系,各种奇异和原理不明的异能,而观山就属于特制系,正当二人聊得开心时,警报突然响起,夏蕾听出这是资料室的警报声,三人立刻赶往资料室,发现资料室被人入侵了,而且入侵者还没有逃走,就在附近,因为警报响起的同时,所有门窗都被封闭了,他逃不走了, 而在资料室的角落,一个墨西干发型的男人浑身散发着幽光,黑黑笑道,这小妞的异能真好用,强如天人夏蕾都发现不了我,这个男人太无耻,竟然用隐身异能做这种事,话接上回,观山和夏蕾还在讨论怎么找个床路里,而他们不知道的是,那个男人就在他们身边,而且还淡定地走向他们,他来到林书曼身边,伸着舌头说,小妹妹,你就安心去吧,然后举起匕手狠狠地请林书曼扎去,就在这千驹一发之际, 观山起身一脚飞踹将男人踢飞,这一脚直接将男子踢得原地吐血,观山走到他身前说,要想活命就乖乖把刀放下,逃过一劫的林书曼双手举枪心想,好险,这个人是和我同类型的认知干扰意吗,而夏蕾看这个观山心想,居然能看穿对方,难道他还有其他的隐藏意吗,是什么人,怎么能看得到我,黄毛刚想捡起敌手,就比观山一脚踩在了手上, 绝望地想到,好强,情报里可没说有这号人,难道是敌对阻止的事吗,想到这黄毛知道自死必死,假装投降却转手拿出药剂扎在自己的罗子上,但同时发指弹落在他身上,死了吗,林书曼问道,不对劲,他注射的药剂有问题,眨眼间,刚才的黄毛小子就已经变身成为了一个红色巨人, 还长着一个长长的尾,与此同时观山收到系统消息,检测到高纬度信息扰动,是否开启模拟器,观山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,一时间愣了神,林书特一边吓得发抖一边问夏蕾能否使用异能,夏蕾却说,他的异能破坏范围太大不能随便使用,黄毛喷出一口绿色毒液将三人分开,观山感觉到这个怪物是他有史以来碰到过的最强的,但同时也激起了观山的斗志,与死亡如影随形才让我有活着的感觉,观山一步一步走向黄毛, 同时打开了模拟器,黄毛察觉到周围的异常,立刻向观山发动数道光波,但都被观山一步,观山一边闪避,一边发动异能创造了异能,黄毛不得已用双手割挡,观山趁机拉近双方距离并同时创造出了一把异数,谁知黄毛却用尾巴打断了观山的进攻,黄毛看到观山使用的创造异能当时就慌了,立刻恐吓观山,再赶过来,我就打爆你的头,但他色力内人的表现更让观山确定, 刚才砍他脖子的想法是对的,他慌了,黄毛一边躲过观山,一边心里想着走投,但他不知道观山早就看破了他 他不明山早就看破了他,哎呀! 你意见到 했泰国道路吗? 那我们官州被害了他,当时被迷捏去哪个人眼前随, 有点几次帆车到这边的浪费的时候,